欸!泰山!最近可以再去訂一台了捏 好!大家期待一下看下一個受傷的是誰 哈哈哈哈哈哈 我拉不動 欸! 你這個馬克 順帕子 給你大一點 好不好 新乾爹 給你大一點 真的實質上的開心 大過於什麼業不業配 其實齁 我坦白講 我們 欸!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講欸 等一下會不會被媽了 被幹掉啊 其實我們價錢沒有很高 這是一種肯定 對啊 就是坐這首車廂 誰想到他會 會處理人這樣 我也搞不清楚 好不好 來!所以我這邊介紹一下右手邊的 兩個粉絲專頁齁 一個是小吃汽車粉絲專頁 一個是 我可以吃一口你的食物嗎 那個是我 泰作齁 老婆大人的粉絲專頁 甚怕是這個點火線圈的老闆有到現場來 那我們討論一下點火相關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一門小小的學問 好!再來出新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這個是我們的客戶 好!在中部的朋友 可以問看看 那遠傳不用講啦好不好 好!影片去看起來拜託 欸!我就講了這個是雙贏的東西 好!你們免費載沒關係 你們只要負責看 分享起來 流量弄起來 以後我們乾淨更多 我才可以玩更多 對不對!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想改就改 想玩就玩 對不對!我覺得這樣 也沒有要跟你們要錢嘛 啊!不然不這樣啊 一人捐一顆一千顆星星來了 我才有錢改車啊 對不對!才有錢拍影片啊 對不對!不用!好不好! 好!大家只要負責分享 負責看一下影片就好了 好!流量把它弄起來 好!我們的人是愛民主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是愛民主 我們不是愛錢 好不好!錢就是落地借過而已而已 你借放一下 對不對!錢就開掉啊 所以錢沒什麼好 Golf已經停產了 市面上為什麼還有2020年的二手車可以買 庫存的啊!剩下的剩下的 06年R350需要注意什麼嗎? 其實蠻多的 好!R350要注意的東西真的蠻多 它有一些環保線竹啊 室內有一些環保線材啊 還有一些肉油的問題啊 冷氣的問題那都要注意 48V清油電 據我所知好像它是只有用在起步的地方 好!它只有用在印象中沒有記錯的話 好!它在某一個轉速區間 是用清油電 那Hybrid就是它隨時不夠電 它就是充 我覺得設定上面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設計在這個轉速啊 時速比較前端的部分 我記得沒錯是這樣 好不好 因為我也還沒有還沒有研究啊 我也還不知道啊 那也是新的東西 欸!不是!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說什麼 欸!我們的YouTube留言 大家都講說 哇!小師什麼什麼 什麼其他的車評還好什麼什麼 欸!我跟大家先講 我再次重申 我不是車評 好!我只是一個 愛玩的二手車商而已 好不好!我不是車評 好!我從頭到尾 從頭至尾 如果大家有認真去看過我的影片 我說了不下幾數數數次啦 不要說媽十次 不下數次說我們不是專業的車評 我們只是就我們自己的感覺去分享東西而已 所以不要再去說什麼什麼車評怎樣車評 我沒有我從頭到尾沒有自詩為車評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就是 就是看的車比較多 愛玩東玩西搞東搞西搞完 對不對 然後有一點點自己的感覺而已 也不一定準確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不管YouTubeFB 我們都在找一個同溫層而已 我們大家是同溫層 大家會學 大家就開講 講講話聊天 療癒這樣 阿賣賣我也沒辦法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對不對 講這樣得罪那邊 講這邊得罪那邊 有人說阿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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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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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七十萬嘛 啊對錢這種 不是我比較有錢你們比較沒錢 是我比較想得開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這跟大家分享一下 218我們也是閒啊 我只是還沒有 還沒有再拍一片 其實我現在218越開越久可以閒得越多 欸我怎麼講到這邊來 來我要講這個禮拜的案例好不好 這禮拜我遇到了三個案例 而且很巧 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相同的 你們如果有看粉絲專頁 我有台Vios有沒有 那那一台車是客人來跟我們換車 所以我們收進來的 那台Vios里程不準不是我調票 客人在好像107年的時候 去外面二手車行買 買回來以後才發現 里程數被調整過 那最後才跟我們換車又換進來 所以我才會去打說里程保證不準 就這麼剛好 這個禮拜遇到三個案例 都是里程不準的案例 他們都是車子去別的地方 我不要講是什麼地方 自售也好 車行也好 買回來之後看到小師的影片 上監理網站 去查詢 去查詢才發現 全部下面都有備注紅字 那不知道監理站的紅字 助記紅字的意義的朋友 可以去看我 我粉絲專頁裡面有一篇 最近昨天還前天 po了一台白色Vios 裡面有一個監理站里程APP 查詢的這個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叫做紅色的調表的注記 它會寫 本車在107年幾月幾號 什麼顯示的里程低於前一次的里程 它會有這個紅色的這個明顯的一個標記 在下面mark起來 那有些人會以為 我因為我看到有些留言說 啊那個里程 多洗兩次 多驗兩次就被洗掉了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你在洗十次 下面的備注都會在 所以那個備注是洗不掉的 那個注記是會在的 但是我有一個情形 我們大概一個月假設 50台車裡面可能會遇到一台車 之前驗車的時候 被登記錯了 有些比如說 9萬有沒有 被登記成19萬 真的會有看錯的 我覺得50台裡面可能會有一台是錯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大家也不要緊張 你只要回原驗車的單位 那去跟他申請 因為現在驗車的時候 都會把里程做拍照 那他把資料調出來 確認是key in的人員key錯了 他會幫你送公文到監理站去做修改 所以你如果有發現 你的驗車被登記錯里程 自己沒事可以去查一下 那登記錯要趕快盡早 去跟這個驗車單位 或監理站去做反應修改 要不然你以後等到 5年10年8年你要賣車 你才發現有一次被登記錯 被駐記紅字 造成你很難去追溯 或者是影響你的賣價 你就很衰 紅色駐記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是洗的掉的 但是後面其實現在洗不掉了 沒有啊 那個實際的里程很簡單啊 你就把它減掉嘛 比如說他本來是19萬 調成10萬 那就是差9萬公里 再加上去9萬就對了 我為什麼會收那台 那因為客戶跟我們換車 我們一定會換 通常像這種車我們不會 各地去收回來 或者是我們在估價的過程中 如果看到他是 里程數有被駐記紅字 一般我們都不收了 除非他要跟我們換車 我們不得已 想辦法幫他處理這台車 就是這樣 換車牌也洗不掉 登記錯要趕快去申訴 好不好 然後他買的時候 對方有跟他說 這個里程 因為之前啊 什麼錶壞掉啊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里程是不準 那買的這個人就問他說 那不準那之前是多少 他說之前應該十幾萬吧 結果後來他就買了 回來一查 之前是27萬公里 那加上他現在的4萬公里 等於是差不多 快30萬公里 呵呵呵 呵呵呵 那他就很幹 你就回來跟 小師哥這怎麼辦啊 什麼什麼 就問我一些問題 好要記得 通常會避重就輕嘛 那避重就輕就說 啊應該十幾萬吧 那你就覺得 十幾萬應該還好 你就買了 那買的時候 你合約書上面 也被寫了 備註而說 這個里程不保證 齁 里程是不準的 那你一直認為說 是他跟你講說 之前是十幾萬 結果回去一查 是27萬 美國雪佛蘭 肌肉車有拍影片嗎 還沒拍啊 一定會拍 小師哥如果 以表層換過 里程不準的 要怎麼處理 通常啦 我給大家分享 通常我如果 假設在我 我收回來的車友 發生儀表壞掉 需要去更換這個儀表 數字會改變的時候 通常我 換了新的儀表之後 我還是會把它改回 他原本的里程 比如說我回來的時候 買5萬公里 阿表壞了 斷字什麼 我需要去換一個儀表 不管買回來儀表是0公里 還是這個十萬公里 我都還是會把它 請那個 我坦白說 這個時候我就會請調表的 好不好 我就會請調表 把它弄成它原來的5萬 假設5萬公里 把它調回元素值 調回元素值 就沒事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現在已經接近年底了 快要過年了 我覺得最近遇到一些 客戶朋友 插撞碰撞的案例蠻多的 先提醒大家 快要過年了 開車要小心 最近的車都很多 最近真的車禍頻轉 而且連我的客人都好幾台回來 你回來幹嘛 小師哥我車撕到 今天也來一個來買車的 昨天有一台車是被撕到 然後今天來買車這個是禁止狀態 對面就滴滴撞了 真的台北滴滴撞 哇滴滴的撞下去了 車頭對車頭就撞下去了 然後那個對方媽安全清場都爆了 下車還媽頭還在暈還在晃 靜止狀態被撞 撞一個車子就GG了 報廢了買新車直接換新的有沒有 撞到我說 你叫他撞到的時候你媽媽在旁邊說 YA可以換車了 YA換車換車換車有沒有 好所以大家這個快過年 要注意行車平安 那第二個除了注意行車平安以外 要記得每隔一兩天定期的 把你車上的行車記錄器的記憶卡取下來 用電腦讀取看看 檢查一下他有沒有正常的在錄 因為我發現很多案例是這樣 我自己也遇過 很多車禍發生以後 記憶卡拿下來 一看才發現原來 從這個9月開始 就一直沒有錄到現在 到11月一直都沒有錄 中間都沒有錄影 等到你事情發生了以後 要讀取你才發現 從9月開始 你的記憶卡或者是你的行車記憶 早就壞掉了 所以要定期的檢查一下 然後為什麼我說我遇過這個事情 那我自己有一次 我在路上開車 我就看到一台警察車 在展覽館那邊 他在簽那個簽到箱 就是那個叫什麼 巡邏箱 簽完之後 我就眼睜睜的看著他 有一台車在等紅燈 停紅燈 坦白說我比較不好意思 我笑了 因為我就眼睜睜的看那個警察車 倒車倒倒倒倒倒 砰 那個在停紅燈的私家車 直接撞上去 看 然後我就開玩笑的 跟我老婆講說 阿將要不要叫警察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人家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不應該幸災樂禍 好不好 可是當下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阿將要不要叫警察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開走了 那回去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想說記憶卡拿下來跟大家分享 結果一看也是一樣的情形 大概也是一個月前 那台行車紀錄器就已經沒有在錄了 所以我才說不要大家等到這個 發生事情了 真的需要救命了 要需要作證了 才發現這個紀錄器沒在錄 好不好 記憶卡要記得定期檢查 真的啦 因為我常常覺得坦白說 台灣的環境 對行車紀錄器其實很不友善 因為台灣真的很熱 那你想想看 一個電子產品 掛在前打紅玻璃 每天在那邊曬太陽 耐用度一定很差 我曾經白吃到 我以前開那個 Lancer 95年的三代EVO那一代的Lancer 那一代的那個三代的Lancer 然後我就很很愛那個車 改成那個EVO Look有沒有 然後我就去買了那個模型車 回來自己煮 還幫他噴漆 然後弄很漂亮 弄一台一模一樣的 1比1小台的Lancer 然後我就放在 黏在我的中控台上 我跟你講 有一天我去拿車的時候 整台都融化掉 沒有漏氣的 整個融化掉 你看台灣的太陽很恐怖 欸有人會抓雨病喔 說台灣的太陽 跟國外的太陽有不一樣就對了 不是是同一顆太陽 只是方位不一樣 有沒有有人說信用卡還整個變形 那以前我也曾經估過一台車喔 他把Line打放在中控台上 整個中控台都燒爛 愛心車這個禮拜天會 應該會上變吧 愛心車我們緊急 坦白說啦 我也不怕大家笑好不好 10月坦白說生意比較差 比起這個9月 所以我們就沒有多餘的能力做愛心 不過這個月我想也沒有多好 但是我們還是在這個月趕快把它補上 愛心車就是說 我們盡量每個月 我們會去這個 找一台便宜的代鋪車 那賣給需要的人 那全數的所得 我們會捐到各個愛心社福機構 不過這次有一點點想捐一些 比如說流浪動物之家之類的 那種中途之家的黨委 我到時候我再請泰山他們找一下 動物我們也是要照顧一下 你也知道 我家的一隻神獸 看一次掃一次 看一天掃一天 對不對 有些粉絲來 就說 欸汪汪耶 哇神獸 看一天掃一天 大家都知道真的看一天掃一天 好不好 今天才去抽血 有人看了我那個Centra的影片 然後會去說 就80萬的車就是這樣而已 不然80萬你還買得到什麼東西 這個以80萬來講算很棒的車 那我覺得我跟大家分享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記得進口車 有一個關稅的問題 我的理解 這跟大家簡單的做一個分享 反正時間快到了 其實進口車是比國產車多了將近20%的關稅 國產車沒有關稅這項 所以今天假設我們一個Centra 它賣80萬 那假設我們一台馬三 它是賣100萬 問題是它在100萬裡面呢 它輸了國產車20%的關稅 也就是我們可以把 也許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 這個馬三 其實對車商來講 它是80萬的東西 那今天如果一台Centra 80萬 一台馬三80萬 一個等級1.6 一個等級2.0 再加上所有內裝配備外觀 整個扎實度 細膩度 比較起來 你會不會覺得Centra賣太貴了 你如果用這樣的角度去想 如果馬三扣掉這個關稅保護的20% 它是不是等於也是80萬的東西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這樣 這跟大家分享 500名觀眾朋友 大家都當做自己人 我這邊也不可能會有新聞記者 可能也應該也不太會有什麼黑粉之類的東西 那我是跟大家分享 我沒有任何政治傾向 但是我覺得說 今天大家一直在講說 這個國產車的保護機制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 它今天多了這20%進口車的稅金 然後來保護國產車 結果呢 這些拿補助 或者是說被保護的人呢 他卻沒有賣你更便宜 他甚至還要賣你更貴 那這些稅金 從哪裡來 對不對 是繳稅 或者是從這些車商的這個稅金來的 然後再來弄你的錢 再來賺你的錢 那我覺得好像 不太會好啊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講說 這關稅是不是可以去取消 或者是降低之類的 我覺得很合理啊 因為我覺得保護不出什麼東西啊 那如果說 你要一個心態說 我80萬就這台最好 所以我只能買這個 那我覺得你是 就是火鳥心態嘛 沒有人在盯他 沒有人在定他 他怎麼會進步呢 反正 反正只要 這一些 媽的社會底層階級 認為80萬就是只能買到這樣 我就OK啊 我就爽賺了啊 我何必要給你更多呢 我何必要賣便宜呢 對不對 反正大家都一樣嘛 這是我常常在講的嘛 大家大家順風車 大家都這樣走 大家說好 80萬就是只能買到這樣的東西 不要媽讓消費者 為口罩 越洋越大 我們就是這樣賺 以後再慢慢漲慢慢漲 也許 到了某一年 你可能你90萬也只能買到1500的 對不對 你沒有人盯 怎麼會進步咧 不爽可以不要買啊 你可以抵制啊 對不對 不是說 80萬 不然80萬能買什麼 我當然知道80萬不能買什麼 對吧 反正 這小會就是這樣啊 沒關係啊 因為其實我只是跟大家分享那個 我們 我們頭腦的 有時候我們思考的點 並不一定是 跟你們大家是一樣的 那我只是覺得說 我提供一些 不一樣的切入點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當然我相信有一些 人他已經買了 所以他覺得 受傷了 阿公我要這麼挑戰 有喔 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啦 其實也是合理啦 啊 有人還會更誇張說 啊 我跟你講啦 你小事他媽的就是因為 公辦試車沒有揪你啦 你拿不到業配啦 怎樣怎樣 我拜託耶 我如果要業配不是這樣做的啦 齁 你去看遠傳 今天的那個遠傳的影片去看 那個叫做 標準的 業配乖寶寶拍法 小事 以前上電視 大家有看 對不對 乖寶寶 我們也還OK啊 對不對 裝一下 欸 他早在外面 對不對 找到外面 回家 欸 母親大人我回來了 好不好 有沒有 啊我去寫功課了 媽媽 你好 所以只是其實就提供這個 我們先上五百多觀眾朋友 其實我覺得 對這個東西 提供不一樣的角度論點 給大家去做一個思考 如果國產車八十萬的東西 應該要能夠比拼進口車一百萬的東西的水準 那才是正確的 那你如果比不過進口車一百萬水準的東西 那你就是賣太貴了 啊我認為關稅這個東西 永遠不可能會降低 因為 那錢太原材了 以前租房子啊 租車行的地 租那麼久 沒有房東會自動降價的啦 已經穩穩的 每個月可以收到那邊了 他怎麼沒事會給你降價呢 對不對 欸那都錢 那都稅收 那都你每一年辛苦打拼 賺來的錢 然後 繳去收去的 為什麼他要減低 不可能減低啊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在強調 我們不是有什麼政治傾向 兩小時沒有在玩政治 我真的認為 我頭上一天才有可能去玩政治 那個跟黨派都沒有關係 我就認為說 有沒有 像一言堂 對不對 他稍微有比較 比小師有讀書 他就說 咬著的肉誰要放 對不對 煮熟的鴨子 怎麼可能讓他飛 反正這個是一個分享 這個思考點不太一樣 好啦 時間差不多啦 10點空六分啊 我那時間過比較快 我說話說到三聲啊 欸 喂 導播你畫圈圈啊 看不到啦 蛤 導播畫圈圈 本來觀眾都看不到 只有我看得到啊 喔有了有了 但畫圈圈了 畫圈圈了 你們自己去觀察 現在為什麼路上的雙B車 雙B車 很多人說 因為外匯車 大家都裝B 不是 我跟你講一個重點 是國產車賣太貴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我認為是這樣 啊我 差那幾十萬 反正要貸款了 我媽的 我買個雙B還可以裝B 對不對 買雙B 好裝B 對不對 想請問 欸 500顆星星 這個一定要認真回 想請問小四哥 類似基米這樣 這類缺車缺得要死 二手車價高於新車售價的二手車 銀行放貸的參考依據在哪呢 沒有 銀行放貸絕對不會超 假設他74萬的定價 銀行最多就是到74萬 這個就是銀行是死的 我常常在講 為什麼有車可以全貸 銀行的定價就是看 車款年份 他是死的 他不管你市場是好或是不好 我們努力到現在 二手車也算小小透明了 像我上個月賣4億元一台Volvo V40 那Volvo當然是2018年的 跟一台新的那個福特的 ST-Line Focus一樣淺 那這時候你就有一個選擇性了嘛 他覺得說 欸那我跟小四買這個兩年車 原廠還在保固 我放心 我等於已經接近買新車的感覺 啊有小四在我放心 他就大膽的買了兩年的Volvo 捨棄ST-Line的新車 因為二手車的體制健全 你就多了一個選擇了嘛 對不對 你就沒有必要被那些國產車 貴的要死的東西綁死了嘛 好這個也是我們另外一個角度啦 當然 我知道有一些人又會去到那邊說 啊對啦 你二手車當然說二手車很好耶 那我不是 我是認為消費者本來就有選擇 對不對 你們會去說80萬只能買這樣的東西 你覺得國產車就是這麼貴 那你有沒有別的選擇對不對 你有沒有別的出路可以走 導播圈圈已經畫到 手畫要斷掉了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思考一下思考一下 董娘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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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